Hello,大家好,我是彭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十五题 让我们一起读题 Find the missing numbers as indicated by the arrow on the number line below 下边的箭头所指的部分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我很喜欢的是算出每一个小的格子中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数字 那我随便取两个相邻的整数大的整数 4000和3950 它们之间其实相差的是50 然后它有几个格子呢 1,2,3,4,5 一共有五个 所以我会把50除以5等于10 也就是每一个格子它代表的是10这样子的一个value 所以说对于A 它是从3950开始向右跳了一个 所以说我把它加10等于3960 这就是我们的A部分代表的数值 我把它写在旁边3960 然后对于我们的B部分 它是4050-20减去了两个10 退了两个 所以说我们第二步的时候可以用4050-10 再减10等于4030 这就得出了我们的啊 partB的这个arrow所代表的数值了 所以我们也把它写在答案的空白处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道题